你問我 適當的操練是需要的 有哪一行、哪一業、哪一個學科 體育也好、音樂也好、學習也好 一個學生只是憑他的天賦、聰明 完全不需要練習就可以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 是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這個研究裡面已經講得很清楚 就算天才如莫扎特 他都不可以靠他的天分 就可以有很大的成就 就可以掌握音樂的知識 所以我覺得適量的操練是需要的 由十年前TSA到現在 為什麼呢?原意一定是好的 學校也有數據、教育也有數據 為什麼會變成今時今日 大家犯得這麼厲害? 你認為中間的轉變在哪裡? 為什麼會變成今天這樣? 究竟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呢? 我自己覺得某一個程度上 是跟大家家長 越來越關心子女的學習有關的 所以每一件事有利有弊 我們都想家長關心子女的教育 是不是? 以前 我不知道你們 我們家長的年代 不是 我們小朋友的年代 我們的家長 不是很知道要怎麼幫我們 他們都相信學校 總之放在學校就算了 他們覺得那個教育的責任就是 他們交學費 但是現在的家長普遍來說 他們自己的學歷是高了 他們的認識是深了 他們就會有很多意見 會不會呢? 有些家長我聽過 就是覺得學校不夠練習的話 會影響他們的小朋友 和其他小朋友的競爭呢? 我想這裡有一些問題 之前都經常說怪獸家長 這個或者是其中一個因素都不一定 我自己分享一個小小的故事 我教會有個朋友都向我投訴 她說小朋友的功課太多了 她要寫信去學校投訴 她說每天回到家 吃完飯 和她一小段時間 親子關係 親子的活動 那就要睡覺了 但是還有很多功課還沒做 所以覺得功課太多了 那我就問那個小朋友 我說每天你放學之後 你做什麼? 她說爸爸安排了她 兩個小時的功課俱樂部 有兩個小時的功課俱樂部 應該做完功課才回家 那你就親子活動 應該沒問題 那兩個小時你有沒有做功課? 她笑笑口 當著她爸爸面前說 Lazy Law 懶 懶 她這樣就明白 讀完書放學了 有一班小朋友一起留在這裡 參加這個俱樂部 這是俱樂部 當然是玩 那兩個小時 其實她大部分的事情是好玩的 但是家長不知道 她爸爸給了錢 參加一個俱樂部 兩個小時都做不完功課 當然是功課太多了